而县长随后也继续前往纵谷县来勘灾 包括了盐皮、鹿野、关山一带 大水淹没稻田及民宅的灾情 大部分都是因为豪大雨 造成悲难大准的水量无法宣泄 县长除了慰问受灾民众 也只是建设处要和舍利单位来研议解决之道 受到卡努台风外围云气影响 让台湾东半部连下了好几天的大豪雨 造成台东多处土石崩塌 县长黄坚廷15号下午在建设处长 景农业处副处长等人的陪同下 继续前往纵谷县堪灾 第一站到盐皮乡夏里部落附近 土石流处视察 之后前往关山关心大水淹没农田的状况 附近居民向县长表示 住了几十年没遇过这种情况 认为是山坡因种将开垦而造成水土保持不良 以前我会这样 我住了四五十年 我会这样 这次就是人家政府 跟压到这样 金鸡又开始准备 金鸡又两回了 那些菌是当年开始准备? 几年 几年开始准备? 几年 几年 然后去年其实已经发生了 光沙大村因为这样被被 被食言排排排名 上次堆积了一次 对对对对对 没有破啦 上次没有破 没有冲破了 这次不过不了 我就说这个的确是 有点破度 有啦有啦 有啦 他们早上有冲破生命 我也上去拍那个 采叶大会那边的相片下来 他那个是 因为他 因为他们开完这 改叶地形地貌嘛 那水全部从那个柴道路面灌下来 那这段是造成那个 这个的 这个 也点好 自己被叫这个 其实是 本来就是造大火 因为 你上面要做石钩 让石 让石 把平石砖 你在石钩 你把石 也带下来 去扣到大火 就留到大火 就 然后现在就来放 因为其他 你拿不过 你拿不过 放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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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 在开挖的时候 我们已经打掉 去县政府 故作 他们说是合法的 一定可以开挖 我们 汤也没有用 或者说 请议员跟代表去 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要检讨 对啊 那女子这个坡度那么斜 女子会主持有 还要这样子 良純的合法 这是有点问题啊 是 对啊 麻烦你走了 你会在这边 这样 好 我们已经在四五十年了 对啊 我知道 县长也承诺 会与农业处及建设处 研讨改善 保障居民安全 记者廖婷娟综合报道